钢铁丧尸将人类女孩抚养长大,没想到爱上女孩,还想将她改造成同类。 今天先请给大家带来废土朋克味的科幻爽篇《虐食城市》。 故事发生在末日后的世界,在上一次世界大战中,人类几乎自我毁灭,少部分人在这片废土上活了下来,人类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代,史称虐食城邦时代。 在这个时代,人类生活在移动的城邦里,大的城邦会不断吞噬小的城邦来壮大自己。 这一天,采矿小镇在采矿的时候遇上了火力强大的大城邦伦敦,依靠压倒性的火力和机动能力,伦敦毫不费力就抓住了采矿小镇。 女主角刀八女也随着小镇一起进到了伦敦里头,很快她就找到了自己的目标人物龙霸天。 龙霸天是伦敦的军事指挥官,心狠手辣且野心勃勃。 刀八女趁着大厅混乱之时刺杀了龙霸天,还说这一刀是替母亲刺的。 就在刀八女打算继续送龙霸天上路之时,一旁的男主汤姆却站出来阻止了她。 刀八女见刺杀不成赶紧跑路,汤姆和龙霸天在后头紧追不舍,一直追到了伦敦的垃圾处理场。 刀八女不想被仇人抓住,于是打算跳进处理场,随后赶到的汤姆抓住了她。 刀八女开始策反汤姆,让她询问龙霸天为什么要杀害她的母亲, 挣脱了下去。 天真的汤姆居然真的向随后赶到的龙霸天询问详情,被龙霸天反手推进了处理场。 这还用问吗,盲猜也知道是搞外遇,被私生女寻仇的老套情节。 刀八女和汤姆随着垃圾堆被送到了地面,此时的地面可不像现在这样生机勃勃, 没有了城邦的庇护,两人连生存都很艰难。 晚上两人遇上了外出虐食的南方小镇,眼看就要被虐食者抓去,最后被藏在地下的人贩子救了下来, 两人被关在了一个房间里,朝夕相处,很快就磨出了火花。 刀八女向汤姆讲述了她的身世,刀八女是一位私生女, 她的母亲是一位考古学家,父亲龙霸天虽然政务繁忙, 但仍然会抽时间过来看望两母子。 直到有一天,母亲在以前的米国境内发现了一件重要的史前遗物, 母亲不愿将遗物交给龙霸天,丧心病狂的龙霸天居然杀死了母亲, 还在女儿脸上留下了一条刀八,之后刀八女趁两人扭打的关头逃了出去, 但是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要如何在这片废土上生存呢? 这就要说到影片中另一个关键人物,准确的说是关键怪物, 正是这只双眼冒着绿光的钢铁丧尸救下了刀八女。 丧尸将刀八女抚养长大,在相处的过程中, 丧尸对刀八女产生了感情, 于是并想将刀八女改造成和她一样的钢铁人。 刀八女原本答应了丧尸的请求, 但是后来她发现了伦敦驰和龙霸天的身影, 于是便有了开头刺杀龙霸天的那一幕, 但是擅自离开的刀八女却让丧尸十分不爽, 她开始满世界寻找刀八女的身影。 回到刀八女这边, 人贩子将刀八女和汤姆带到了拍卖会, 却被突然乱入的红衣女搅乱了会场, 刀八女带着汤姆逃离会场, 不想却撞上了找过来的丧尸, 危机关头红衣女驾驶飞行器救下了两人, 她带着两人来到了一个空中要塞, 在那里刀八女终于知道了红衣女的目的, 原来红衣女和母亲是好姐妹, 她知道龙霸天从母亲那里抢走了危险的石前遗物, 而能关闭石前遗物的钥匙就在刀八女身上, 但是刀八女却表示自己不记得母亲给过她啥子钥匙, 正当一群人商议的时候, 钢铁丧尸再次赶到, 一群人根本不是丧尸的对手, 汤姆却想逞英雄当护花使舍, 不料却被丧尸轻松蹂躏, 眼看就要一命呜呼, 大八女却爬上来求情, 丧尸从大八女的眼中读出了她对汤姆的爱意, 度火攻心的丧尸居然直接烧化了自己的CPU, 送自个儿领了个合法, 这大概是有史以来外表和内心反差最大的怪物, 大八女和怪物进行了最后的告别, 接着被和汤姆一起来到了红衣女的母国山国, 此时史千遗物的秘密也被解开, 龙八天掌控毁灭性的史千量子武器, 这个野心家弄死了伦敦城主, 指挥伦敦向着山国袭来, 他命令引爆量子武器, 一炮就把山国的盾墙轰出大片缺口, 这时大八女却受墙上壁画的启发, 想起了母亲交给她的钥匙, 于是一行人成立了战斗小队, 打算登陆伦敦阻止龙八天, 在有军战机的掩护下, 大刀八女的战机很快就突破了伦敦的火力网, 他和红衣女先后降落到伦敦, 红衣女拖住了龙八天, 刀八女偷偷闯进控制室, 用钥匙关闭了量子武器系统, 山国总算逃过了这次劫难, 权限溃败的龙八天打算乘救生艇逃走, 不过刀八女早已盯上了这个人渣父亲, 他登上救生艇打算和龙八天同归于尽, 这时汤姆及时赶到救下了刀八女, 接着一发炮弹将救生艇击落, 坠落了龙八天被伦敦碾成了肉泥。 影片最后, 山国大统领接纳了活下来的伦敦城居民, 汤姆和刀八女一起踏上了环游世界的旅途。 好啦,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, 这里是科幻战舰, 要是喜欢新兴的解说就点赞关注一下吧。